最新的比赛正在直播的2024年北爱尔兰公开赛 由斯嘉辉对战天鹏飞 一场中国得比 现在是双方对战的第五局 也是最关键的一局 赛点之争 现在斯嘉辉打进黄球之后 绿球呢 还有一杆长台准度的纠错 打进之后反超比分 非常的准 但是咖啡酒的错误呢还是有点尴尬 来看一下刚刚的这个长台回放 但是走位有点不太理想 台面是22分 而斯嘉辉呢领先了1分 分数啊是足够用 直接来纯防了一个 来了一手上下分的防守 还是一个右侧的薄边 排球扔到上方的低分居 也利用黑球做上了一点小牵制 这干要看一下白球的落点了 谢谢大家 来看一下这干的常态准度 是看不到下秋点啊 一户把咖啡就勾走 センター 感谢观看 还是一个上下分的防守 把咖啡就直接翻下来 利用总结做上了一张斯诺克 这张斯诺克做得非常的漂亮 双方是去上厕所去了 我们稍等一会儿 谢谢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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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回来之后 来看一下私家会的这杆解球 想要来扎干解球啊 没能解到啊 直接被罚了四分 来看一下白球的落点 刚刚的解析回放 继续要求来扶位啊 现在来看一下私家会的第二杆解球 没有问题第二杆成功解道 当然这杆还给前面会漏了又上几代的长台监控机会 但是白球呢属于饭贴库的状态比较影响出干 来看一下需不需要来拼一个啊 还是把咖啡就打走 藏在还是想藏在粉球身后啊 但是这个还没能藏到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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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两颗球的落点是 真的运气好啊 还是利用粉球 做上了一根斯诺克 但是解球难度呢 并不大 这根应该是看不到小包边 挺酷一酷 这个还没能做上啊 力度轻了一点点 直接来切了一根左侧的中带 但是还是没能切近呀 还是摆带了 对法斯人的同事呢 不过好在 也没留下太好的进攻机会 看一下刚刚的鸡肝 看一下刚刚的鸡肝 食物回放 把黄球 把篮球翻走 就藏在了粉球的身后 右上顶带的长台进攻机会 右上顶带的常态进攻机会 天锋飞是需要打进粉球 就能拿下本局比赛 而斯加辉呢 是需要完成轻弹 非常的准啊 来一根翻带吧 或者说优先来防一根 防守一点 可以来防一根 反正这一根的话 肯定是做不到四目课呀 成体的话 也是比较音响出发 还是错这一根 排面是13分 天锋飞领先了9分 这个还真是露了呀 谢谢大家 6 6 5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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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9